湖北武汉昨天新增一宗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的个案 不排除是社区感染 而市内就继续强化小区管理 内地星期五新增19宗确诊病例 唯一的本土个案在湖北武汉 通报说患者自1月底武汉封城开始一直居家 2月下旬之后 曾经多次去到屋苑门口拿外卖食品和快递 期间没有带手套 物品拿回家后没有消毒处理 也有多次没有洗手 他一直都没有病征 直至星期一到医院检查的时候 核酸检测是阳性 因为他居所同座有确诊病例 当局不排除是社区感染 星期四送到指定医院治疗 武汉市要求继续强化小区管理之后 部分原本在室内街市摆档的当主改在路边摆卖 坦档由高过人头的围栏围风 顾客要站在椅上离远简送 但当主收钱的时候 和顾客有近距离接触 担心肯定要点 有一点担心 怎么不担心呢 我也是没办法 家里要养老人要养小 武汉市政府说 无症状感染者令疫情防控变得不稳定 加上复工复使增加人员流动 需要建立疫情防控长效机制 坚决切断传染源 无声电视记者吴维恩不读 广北感染者都被视为